我们家是在武汉的江岸区 距离华纳海鲜市场4公里 距离协和医院的话是1公里左右 个人觉得属于一个高位区吧 自封城一来我就和家人在家里隔离 每隔7到8天出门采购一次 现在是早上8点40分 河马先生是早上9点开门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已经排了一部分人了 等会儿要挨个检测体温才可以进去 今天买菜的人特别多 这是我们买回来的战利品 有蔬菜还有酸奶还有一些肉 差不多够3个人称7-8天左右 每天在家里基本上就是打开电视看一看 疫情的相关情况报道 全城新增死亡103例 新增出院427例 至于我们小区周边的情况的话 主要就是通过业主群来了解 这个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群 里面会通报疫情的最新情况 我们社区一共有7到8个小区吧 现在的情况是 一共发现了60多名发热的患者 其中确诊了19名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些 像我们小区的话 也有几名发热的患者 被送到医院进行隔离了 我们楼上有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 好像就是一次患者 已经被送到医院了 听说他一直是一个人在楼上住 之前他和物业反映 自己身体很不舒服 物业就派人每天给他送饭吃 他自己就没有出过门 这几天社区的人过来 带着他一起到医院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毕竟在同一栋楼 而且就在楼上 我们问过物业 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他们说每天都在 点定期的消毒打扫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看到自己的城市生病了 心里也特别难过 从最开始疫情到来的茫然无措 到后来的 看到全国人民都在支援武汉 我内心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种植成城 也相信这场疫情最终会被战胜 武汉加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有没有赌握 这都是新闻网客户端 说到最后必然的 往这一边 这中处的社会 要让我们走开 所以我们有赌握 这些地方 要看ipporant 这就是一转身机